苗栗通宵拱天宫廉假期间来参拜白沙屯妈祖的人潮 把庙里庙外积的水泄不通 拱天宫周边道路狭小 人车一多就会出现与火车争道的惊悚画面 当当当 两侧栅栏已经放下 火车要来了 但还有两台车被困在平交道内 卡在铁轨上动弹不得 一家徒手拉高栅栏协助通过 两车是即使离开 但也有火车被逼挺延误影响交通 人他自己火车来他会走 可是你车潮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闪不掉 闪不掉啊 庙房估算从前阵子静香到228人潮 庙里周边几乎每天都会涌近2万人 说真的比过年的人潮还要多 3月3日的晚上就开午一时天 按照往年人潮也特别的多 庙房提醒经过附近的平交道 千万不要贴太劲免得受困铁道 想拜骂祖宝平案却先发生意外 加冯志明丽次新参景 陈苗栗采访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